一切的谜题被揭开之后 摆在三个人眼前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关押眼前这只鬼 解决黄刚村灵异事件 然后活着离开这里 不管之前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 心中有什么算计 但在鬼出现的那一刻起 都将变得不重要 以及没有后路走了 他停下来了 似乎不打算进来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张寒压着声音说道 从语气之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是十分紧张的 杨坚脸色凝重 此刻整栋屋子里都在他的鬼域笼罩范围 以大门为分界线 清晰地划分出了村子和灵堂 但那位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容貌英俊的男子此刻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既没有离开 也没有走进来 不知道是在等待 还是在守着这大门 不让屋子里的人出去 这种静止不动 反而让人更加的忌惮 因为你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样可怕的能力 只知道在这只鬼的面前落单必死无疑 但落单的时候这么个死法 却不得而知 见过他杀人的方法的人已经全部都死了 这问题得问冯泉 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杨坚目光移到了冯泉的身上 冯泉同样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一双眼睛麻木 没有神采 如果他和门外的那只鬼站在一起的话 简直就是亲兄弟 除了相貌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都一样 同样诡异 同样没有生气 然而冯泉却只是道 我第一次任务失败 躲进了这鬼关里 能活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如果了解这只鬼的话 我早就能脱困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出来 杨坚脸色一沉 他不相信冯泉的鬼话 在这地方生存了这么久 而且还和鬼多次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怎么样也能摸清楚一些规律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想说吧 碰到这些不正常的人 我能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 欲鬼者果然就没有一个正常点的人 微微吸了口气 没办法了 既然逢全装傻 张寒不敢乱来 外面的那只鬼又站在外面不肯离开 也不肯进来 只有自己主动出手 打破这个僵局了 嗤嗤Tilda 下一刻 灵堂内的灯光闪烁了一下 周围的一切立刻变了颜色 一层红色的光晕笼罩了这里 他将鬼欲显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也不怕自己能力的暴露了 红光覆盖灵堂之后 此刻又逐渐的向外面延伸过去 就像是一缕灯光从屋内照射到屋外 沿着地面缓缓前进 杨坚要试图将这只鬼收入鬼欲之中来 只要能做到的话 他至少可以用一些比较安全的方法试探出这只鬼的能力 甚至是直接将其灌压 你小心一点 张寒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虽然只有杨坚在试探 但他也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 很快 红光来到了外面那只鬼的身边 他依然一动不动 按照以前对付无头鬼影的经历 鬼欲是应该可以将其他的鬼弄进来的 然而下一刻 杨坚却默地发现 覆盖过去的鬼欲受到了阻碍 就像是流水碰到了岩石 没能覆盖过去 只能绕开前进 屋外红光笼罩 鬼欲延伸 周围的一片都已经进入了鬼欲当中 唯独门外的那只鬼所在的地方一切如常 无法被鬼欲影响 鬼欲失效了吗 杨坚皱起了眉头 看来单纯的想要靠鬼欲解决这只鬼显然不现实 这又是一只能够抵抗鬼欲的鬼 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却仿佛刺激了外面的那只鬼一样 一直站在门外一动不动的那个脸色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的人此刻呼的动了起来 他不急不缓的往前迈了一步 这一步直接踩在了红光笼罩的范围 如之前那个老婆婆一样 硬生生的走进了杨坚的鬼欲当中 但和那个老婆婆走进来的时候不一样 那时候杨坚并没有感觉什么异常 但是这只鬼走进来了之后却不一样了 他的鬼欲失控了 是的 就像是某种厉鬼的能力被剥夺了一样 杨坚此刻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操控鬼欲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睁大了眼睛 带着几分骇然的看着这踏入鬼欲 从屋外走进来的这只鬼 鬼欲没有影响他 他反而影响了鬼欲 杨坚 你的能力没有影响他 张寒感觉不太妙 急忙到 鬼已经走进了灵堂 三个人虽延阵以待 但都感觉到了毛骨悚然的恐惧 屋外昏暗逐渐加深 黑夜渐渐笼罩 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屋子里面 此刻 杨坚那覆盖屋内的红光 就像是受到了严重的压制一样 开始有逐渐熄灭的可能 他很诡异 你小心一点 他可能是我们成为遇鬼者以来遇到过最恐怖的鬼 杨坚脸上不由自主地流出了几汗 彼此之间离这只鬼越来越近 完全没有退路了 那就拼了 张寒这个时候一咬牙 下定了决心 好 那就拼一把 一起上 杨坚也低吼一声 可以 冯犬点头道 极度恐惧之下 张寒有些失去了理智 话还未说完就脸色猙獰的第一个人冲了上去 他背后的衣服瞬间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的撕开了 在背后的皮肤上 闻着一个刺青 刺青整体是一个人 一个浑身鲜血淋漓 被撕掉了皮的人 而且刺青栩栩如生 仿佛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 一直跟随着他一样 诡异而又恐怖 杨坚还是第一次完全看到这张寒背后的刺青 但随着他借用厉鬼的力量 却见到他背后那个鲜血淋漓的人突然动了起来 刺青的部位在往外渗着血 一条血淋漓的胳膊突然从他的背后伸了出来 死死的抓住了他旁边的血肉 痛得张寒脸色都有些争鸣 但这还不够 接着第二条血淋漓的胳膊也伸了出来 两条血淋漓的胳膊伸出来之后 杨坚能看到 那次青中的那只恶鬼要顺势爬出来了 可最后 那只血淋漓的力鬼到底还是没有出来 不过也快了 已经伸出了两条胳膊 一颗脑袋 半个身子 只剩下下半身还在刺青里面了 距离彻底的离开张寒的身体 只怕就在下次他使用厉鬼的力量了 从他背后爬出来的那具血淋漓的尸体 没有太大的动作 只是趴在张寒的背后 任由他背着 当外面的那只鬼走向棺材的时候 背着这半具血淋漓尸体的张寒猛的 拦在了他的前面 那半具血淋漓的尸体之前还不动 这个时候却突然抬起了头 然后伸出了血淋漓的手臂 抓住了这只鬼的身体 阻止他的前进 几乎与此同时 旁边的缝拳也动了 他直接冲到了这只鬼的面前 麻木的眼神当中没有恐惧 只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 杨坚也没有迟疑 像是一个影子 一样映照在地上的无头鬼影 此刻迅速地站了起来 出现在了这只鬼的背后 想要摘掉他的脑袋 彻底地将这只鬼给肢解 三人的联手 让这只鬼似乎感觉到了威胁 这一刻 这只鬼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有点特殊情况 明天补上先一更 欠了四更了